很多人就是質疑 因為你剛剛有提到說他的口試時間這個問題嘛 那有很多網友就質疑說 他的口試時間是給的是正確的嗎 他現在講的 他的聲明是1984年2月 對不對 可是蔡英文從來沒講過他的口試時間是1984年2月 他說的是幾月 他說的是1983年的10月中行 他對外正式 過去正式發佈的都是10月中行 像Mid October 10月中行 但是LSE在2019年好像10月還是11月 有聲明說他的口試時間是1983年的10月16日 有講過這樣子的 這是LSE傳來的訊息 那這個話講出來到現在已經超過兩年了 蔡英文原來從來沒有否認過 直到我們申請 臺北地方法院 台北地方法院調了蔡英文的跟他姐姐 蔡英明的初日記錄 發現他是在1983年10月15日一同出境 10月30日一同入境 你10月15日出境 根本不可能10月16日口試 對不對 那時候沒有直行的短機 你必須要透過短機 而且 你不可能 人到了那邊就立刻進入口試考場 你要不要跟你的指導教授溝通 大概德國博士學位 碩士學位都知道了 在口試之前 你一定要跟指導教授做一些意見的交換 他要提醒 提示你 尤其英國這種是屬於師徒制的 對一個師傅來講 我的學生要是口試過不了關 對他也很丟臉 對不對 是很丟臉的事情 所以他們事先一定要經過溝通 甚至要幫他想說 可能口試委員出什麼題目 因為 指導教授是不能當口試委員的 在英國來講是不能當口試委員的 拿你自己師傅當徒弟的口試委員 這個絕對要 立於迴避的嘛 對不對 在台灣或者有些國家 可能指導教授可以當口試委員 但通常來講 那絕對不會只有一個口試委員 最少可能要三個五個 口試委員 那在英國來講 原則上是兩個口試委員 而且這兩個口試委員 一個是校內的 一個是校外的 所謂校內的就是 倫敦大學或者倫敦政經學院加校內 校外的話是倫敦大學 它有十幾二十個學院 其他學也都不行 你一定要是可能是劉金劍橋 或者是什麼利物浦 艾丁堡等等 其他的大學 可是 LSE給蔡英文 所說的 兩個人都是 校內的 而且還有一個是他的指導教授 不可能的事情嘛 那 那蔡英文在自己的自傳上 他自己說 他有三個指導 他有三個口試委員 那現在倫敦大學說 兩個口試委員 他們怎麼樣去兜嘛 我就講嘛 他們怎麼樣去兜嘛 他們真的講了太多的謊言 那一個一個被我們揭穿 他就一個一個改口 一個一個改口 其實我現在講的最簡單的 當 彭文正被起訴之後 林環牆跟賀德芬 沒有被起訴 不起訴 可是 他們兩個之後 到今天為止有停止過 說蔡英文是賈博士嗎 沒有停止過啊 對不對 那 我跟曾淼洪 也經常在 這個節目上說 蔡英文絕對沒有博士學位 還有一些 像 那個 林滕耀林教授 還有楊成亮教授 他們也 也 多次說過 蔡英文不會有博士學位 欸 蔡英文為什麼不再告來 我大希望她 她報告我看 她為什麼都不再告了 大家想一想看 如果她是曾博士 她 為什麼不告曾淼洪那個姓真的博士 姓真的真的博士 為什麼不告我張進 為什麼不告這個李政華李律師 我們其實現在所做 所說的 都已經 理論上來講 都已經超出了 我們律師的職責所在 已經成為我們 自己對外發表的言論 可以這麼說 對不對 但是我們認為說 依照證據顯示的就是如此啊 我不怕她來告我 我不怕她來告我 事實上 她今天告了 彭文正就 停止了 就沒有再發動任何一個告人的動作 而且 把犯罪行為定在 彭文正的犯罪行為定在 2020年的 1月 11號 她當選 總統連任當天為止 這用意很明顯啊 那1月12號以後 為什麼就 大家就沒罪了呢 彭文正就沒罪了呢 為什麼要以1月11號為整 她當選了總統 其他她就 她就不在乎了嘛 或者 她也不敢亂告了嘛 她當時是不得已告的 她為了她當選 她非告不可 她非告不可 因為她如果當時不告 她怕自己崩攤 所以她必須要告 即使無告她都要告 我可以這麼講 對不對 反正她有豁免權 當選了有豁免權嘛 一直到 她下任為止嘛 所以 你看她從 妳看她從 把犯罪時間設定在1月11號 1月12號到今天 現在已經過了多久 兩年多了 對不對 那是109年的1月11號 她就任 她馬上到今年5月20 就任總統都已經要幾年了 202也已經兩年了 對不對 你看她還有告過任何其他任何一個人嗎 可是 今天批評她的人 遠比 起訴前 彭文正之前更多 對不對 更多其實 說她是假的人更多 她一個都不敢告 為什麼 大家去想想這個問題 我就想嘛 她要敢告 我就告她 她要多出很多的無告罪 因為她每告一個人就是一個無告罪 她不敢 她不敢 她真的不敢